约拿书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雅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起来到尼尼维大城去警告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我面前 可是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他下到约帕找到了一只要开往他失去的船 他给了钱就上船 要和他们同往他失去 离开耶和华 但是 耶和华在海上忽然刮起大风 于是海中狂风大作 船几乎要破裂了 水手都很惧怕 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 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 就把船上的东西抛在海里 可是约拿却下了船舱 躺着熟睡了 船长走到他面前 对他说 你怎么了 睡得那么熟 快起来求告你的神吧 或者 神会纪念我们 使我们不至于丧命 水手就彼此说 来吧 让我们抽签 好知道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抽签 结果抽中了约拿 他们就对约拿说 请告诉我们 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你是做什么的 你从哪里来 你是哪一国的人 哪一族的人 他回答说 我是西伯来人 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神 就是那创造海洋和陆地的 众人就大大惧怕 对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那些人知道他躲避耶和华 原来约拿告诉了他们 因为海浪越来越汹涌 他们又对他说 我们该怎样处置你 才能叫海浪平静呢 他回答说 你们把我抬起来 投在海里 海浪就会平静 因为我知道 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 是为了我的缘故 那些人虽然破浪挣扎 要把船靠岸 确实不能 因为海浪不断汹涌扑来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叫我们丧命 不要把无辜人的血 跪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耶和华是照自己 所喜悦的行事 于是 他们把约拿抬起来 投在海里 怒涛就平息了 那些人就大大敬畏耶和华 向他献祭和许愿 耶和华却安排了一条大鱼 把约拿吞下 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一条大鱼腹的